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 黄文贤 请帮我分享 订阅 开启小铃铛 节目就开始了 谢谢你 谢谢 游侠 这是最好的消息 我们先谢谢朱志远 音乐团的庆功宴 我们今天 鸡的嘉义店的地方 他们都翁妖姬 他们翁妖姬很有特色 他们有个地方选择 那鸡皮店的 我还是觉得汤醋白骨好吃一些些 然后他往直第三高山吧 的交流道下去 就会看到 告诉我 我刚才 给我们岛的人 来这间吃东西 我没有说的 人喔 要脸没有东西吃 要学我不要脸 马上打电话给朱志远 叫他把VIP卡拍照给我 当场让他招待一道菜 知道以后来这边吃的时候 记得打电话给朱志远 叫他拍照给你 我是游侠 这是最好的消息 我们先谢谢朱志远 我是游侠 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 游侠滑调 我们现在要吃竹箱圆 是我们今天 有 日月潭的庆功宴 我们今天 效果不好 交由日月坛的新宫宴 所以 我们等一下会吃 美食 所以我等一下会把食物都拍起来 再跟大家介绍 你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游侠游侠华调 我们离开了日月坛 就去朱志远安排的一家 叫做竹香园 翁瑶基的嘉宜店的地方吃晚餐 那因为他 朱志远他走上有VIP卡 所以我们招待 炸地瓜片 跟 龙虚菜 而他们的菜色呢 有虾米高丽菜 非常好吃 那个味道呢非常香醇 高丽菜 加虾米真的是绝配 还有 糖醋白骨 糖醋白骨呢炸的酥 高 脆 外面刚好裹上糖醋 非常非常的好吃 口感两样都保持住 湿润脆香 这个是三种 这味道都保留住了 最好就是他上菜的 他们的翁瑶鸡 翁瑶鸡很有特色喔 他们有个地方写着 鸡油要浇饭 鸡油浇饭下去 真的是饭真的是超香的 那鸡皮呢烤得脆 鸡要把鸡皮烤 最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烘谣鸡有这个特色 然后肉好吃 大家就吃完了一只 烘谣鸡之后呢 还有 他们的竹笋汤 他们的竹香源呢 就是他们的竹子汤 加他的鸡胸骨头下去熬住的他汤 那汤可以一直续一直续 然后汤又很好喝 所以香 非常香的鸡骨汤 鸡骨竹笋汤 非常的好吃 然后就是铁板豆腐 铁板豆腐非常的香 但吃起来味道就没那么惊艳了 我还是觉得汤醋白骨好吃一些些 然后还有大白虾 那大白虾非常的鲜 在山上吃到鲜美的虾子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大家都会非常满意 有大白虾 然后还有榨肥肠 榨肥肠呢 就这么好吃吧 餐厅的榨肥肠永远都是一流的 所以有榨肥肠 我们吃得非常的开心 这些菜色 再加上有吃不完 吃可以无限续吃的 白饭 白饭加上鸡油 这样非常的美味 我们美味的一个晚餐 竹香园的晚餐 就这么 结束了我们 横渡日月潭的最后的据点 竹香园的晚餐 我们为什么要独立拍起来 是因为它真的好吃 如果你去嘉义的交流道的话 就是第三高市 国山吧 的交流道下去 就会看到 就在你的下去 往嘉义的右边 会有个竹香园 翁瑶肌 那如果要吃翁瑶肌之前呢 你可以联络一下出资源 他没有VIP卡 拍照片就可以送小菜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游侠 想吃什么玩什么都跟我来 就这样子 拜拜 游侠 黄文贤 我是高雄人 我爱高雄啊 有机会 来高雄吃头哦